妈妈,不要对我发火 看完心都碎了 林妖,你是猪吗? 这么简单的题 讲几遍了 怎么还不会 妈妈,你又对我发火了 面目猙獰 眼睛瞪得跟同龄一样 用手戳着我的脑袋 对着我何东湿吼 可你刚刚还很温柔地和小美阿姨打电话 妈妈,你穿的这件 胸前硬着张着血盆大口 黑色大老虎的T恤 我觉得这件衣服和你现在的样子特别像 扯着嗓门 震慑四方 我害怕极了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02,我摸了摸肚脐 那是和妈妈曾经血脉相连的地方 妈妈,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只有24岁 我的生命是从睁开眼睛 看到你的笑容开始的 我猜想妈妈见到我的时候 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 只是那时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 忘了看看妈妈最美的样子 听爸爸说 你怀我很不容易 两道杠终于出现了 你开心的欢欣雀跃 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 一心只求我健康平安出生 妈妈的整个哺乳期全家说话嗓门都变小了 生怕吵着我睡觉 我刚出生时 你笨拙地抱着爱哭的我束手无策 你沮丧地把哭到睡着的我抱在怀里 坐在床上不敢动 软软的一坨拥在怀里 生怕我被压着挤着 03,我会走了 会说话了 爸爸妈妈你们开心的好像得了诺贝尔奖 我们的宝宝真棒 真聪明 那时候的妈妈 真的好像天使 又爱意滋养着我 我好幸福啊 可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 妈妈你就变了呢 对我好像没有了耐心 再也没有得到妈妈你的肯定 你变得催促 暴躁 易怒 是从我上学开始吗 一道写作业时间 那就是我的噩梦 我的世界变得灰暗无比 没有一丝色彩 04,妈妈 我不是猪 我开始变得自卑 懦弱 胆小 做事也不积极 上课不敢举手 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个世界很美好 可我开心不起来 妈妈 回不去了吗 我们之间 真的不能重新开始了吗 妈妈 你小时候 所有的题都会做吗 不会做的时候 被吼一吼 脑子就会开光吗 我知道你每天还要工作 很累很累 你日夜不辞辛劳地为我们一家操劳着 这是何其的不容易 你受的苦 累 委屈 他人的不解 林林总总 别人以为你可以百毒不清 刀枪不入 可你又不是机器人 你也是众生云云的一人 有血有肉 有伤心难过时 有脾气时 有病有痛 你多么希望得到至亲至爱的认可 可我又何尝不是 05 我也想得到妈妈的认可 我也很想懂事 像别人的孩子一样 又乖 学习又好 得不到妈妈的肯定的我 始终站在原地 等妈妈转身抱抱自己 妈妈你能夸夸我吗 我好想听你说 以前妈妈冲你发火 是妈妈不好 让你难过了 对不起 妈妈好爱你 你是妈妈最好的孩子 是妈妈的骄傲 你的焦虑和一些负面情绪传到了我的心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也不知道该怎么消化 我觉得自己好没用 好差劲 妈妈我不讨厌你 我很爱你 因为你也是第一次做母亲 今生能做你的孩子 我无比的幸福 我每天都在学校里学新知识 遇到不会的难题要反复学 我是妈妈的难题 妈妈 你也可以多些耐心教我吗 我们一起不断地学习 取长不短 如今还处于象牙塔的我 这是我能想到最好方式 06 瀑布的水逆流而上 蒲公英的种子从远处飘回 聚成伞的模样 太阳从西边升起 落向东方 子弹退回枪膛 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 我教回录取通知书 忘了十年寒窗 厨房里飘来饭菜的香 你把我的卷子签好名字 关掉电视 帮我把书包背上 妈妈 你还在我身旁 你养我长大 我陪你慢慢变老 日后的路 有你有我 相伴相随 天长地久有时尽 为母子之爱 日月长 妈妈 不要对我发火了 小苗会努力成长为 妈妈的防弹衣 点个再看 好好说话 是父母的修行 孩子们愿意用毕生殷勤 患父母有梦可诊 作者 朗读君 来源 朗读君数学 播报完毕 谢谢收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